智心是真诚之心 真诚到极处 真地想到极乐世界 真地想往生极乐 真正想见阿弥陀佛 做阿弥陀佛的弟子 所以读这部经 他的目的就是叫我们 向往西方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怎么好都说出来了 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比也比不上人家 那个地方最好的修学环境 老师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不离开我们的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那么多阿弥陀佛就一个 我们怎么能清净得到 你不知道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真相 极乐世界的现象都是无法想象 不可思议 为什么呢 每个人都在阿弥陀佛身边 无论多少人 他自己感觉到真的 就是我在弥陀佛身边 阿弥陀佛谢无量身 每一个往生的人也能像阿弥陀佛一样 无量身 不但身在阿弥陀佛面前 没有离开他的讲堂 而且我们能分身 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 去干什么 佛慧双修 修福是去供养福 修慧是天间文法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给我们讲什么 我们能想象的道理 给我们细说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原来就是花言经 细说就是花言经 花言经就是解释无量寿经的 就是广说细说 这个宇宙万法 一切现象 佛会给我们讲的清楚 明白 彻底 让我们彻底明了宇宙万法的真相 一直到我们大吃大握 明信皆信 我们的地位跟阿弥陀佛平等了 这个时候我们到哪里去 都在长极光净土 长极光是发生的 长极光没有现象 能现一切现象 它起作用的话 它起作用的话能现一切现象 什么时候能现呢 随众身信 因所知量 遍法界虚空界里头 跟我们有缘的众生 我们的生命是无实的 无实界以来到今天 有缘众生不知道有多少啊 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 任何一个有缘众生 起心动念 我们都知道 知道的时候 你会就看到它 天野 动视着 没有看不到的 看到它之后 看它状况 需要什么帮助 自自然然就帮助它了 我们今天在此地 也如是 我们所认识的 跟我们有缘人 有很多已经到极乐世界去了 我们在这 它有没有看到 看到了 我们需要什么时候 它也在加持我们 同样一个道理